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再次回到波巴洋葱大叔 上一次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Akash 跟我们分享他在成为灵气导师前的生命历程 当然也更多聊到灵气的这个身心技法 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怎么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很大的帮助 那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再度邀请Akash 来跟我们聊聊 最近一直被探讨一个话题 就是高敏感族群 以及共感人 让我们来欢迎Akash Akash好 大家好 Akash最近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书籍 还有社群网站有人在分享 关于这个高敏感族群 以及共感人这个话题 那这两种特质人好像天生对环境氛围 或是我们常说的能量很敏感 好像比如说气味声音甚至光线跟人群 他们的感官输比其他人还要敏锐 而这样的人也输比别人更具同理心 更容易察觉别人的情绪需求 对于这个部分能不能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所谓共感人就是说 他是比较容易去感受人或是环境里面的所有的能量 包括情绪 比如说你很相信 你没有跟我说你很相信 可是我已经感受到你相信了 你很愤怒 我就知道你很愤怒 或者说这个地方有很多人住在一起 有这些人里面很多心里面很多的 这些负面的想法 负面的情绪 那个共感人住在这个空间的时候 就感受到 这个空间有点问题 这样子 称之为共感人 称之为情绪的公正 这样子 共感人当中也包括 刚才说情绪公正 情感公正 是包括再一个 再勉强一点 就是能量公正 能量公正是包括就是所谓的通灵体制 就是说你可能会进入一个不同的次元空间 去感受到其他空间的一些 救灵啊 菩萨文啊 天使文的宣说 称之为通灵体制 另外一种就是领异体制 领异体制就是说 你可能会去到所谓的 迪斯道空间 迪斯道空间就是所谓中 佛教所谓中阴阶 跟领体 我们来处做个沟通 迪斯道就是说沙门 沙门就是你跟大自然的 大地的山 树 东屋 东子屋的一个沟通 所以整个敏感体制分开 世代类公根 通灵 领异 跟沙门 世代中 嗯 那你自己本身 是不是也是容易对 凡尽敏锐的人 其实我就是一个公根人 也是一个通灵者 那你怎么发现 我从小时候其实 我很容易就是说 当一个人他靠近我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人不是好人 然后甚至以前 当我小时候 大概八九岁的时候 我妈妈去打马仗 香港人打马仗真的很普遍 香港人美国都打马仗 打马仗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今天出门 他会赢还是输 是 他回来 我说今天 早点回来 你今天不会赢 我说 不要说你 不要说坏话 他回来就说 乌鸦嘴 就是你这样说 可是一天我说 一天你会赢 他真的会赢 很奇怪 我就感受到 他会赢得一个气 会告诉我 所以从小其实我 包括我去一些人多的地方 比如香港的地铁 比台湾的捷运 其实更恐怖 人指得很夸张 对对 当我每次做这些时候 其实我的不舒服 不是来自很拥挤 是来自很多人的 心情的一个频率 我靠近他的时候 我感受到他 很多的悲伤 焦虑 影响到我都很焦虑 所以很早期的时候 其实我 我都不知所处的 而且我的功感不是去感觉的 我是用看跟闻的 就是功感又是分开不同的感觉 包括识着 听着 出着 还有受着 我是受着 跟受着 所以我是用闻的 所以我产产会比较过敏 当一个人都太多悲伤的时候 我会闻到一个很腐烂的味道 当我有一次 我的爷爷快出师的时候 我就闻到鱼声味 我知道 他应该快走 有时候不敢说 有时候我就知道自己 这个是好特别的 是怪怪的 这是我觉得惊艳的 对 很特别的 可是其实 最早期是困扰我的 因为我不知所处 我不觉得这是好事 在想 是不是以后 我也去喵里面做些什么 可是我也很抗拒这种 民间信仰的部分 是 所以很早期 我就知道自己 我是个所谓的 怪怪的人 以前共感人这个名字 还没有的 对 我是个怪人 哈哈哈 对 当你发现了自己 有这样的共感人特质 其实应该说 在日常生活上 你是不是懂得去照顾自己的需求 都其实很好奇 当我开始上心灵课程的时候 我才慢慢知道 原来 有很多自同都合的人 原来你也是 你很怕人 很多喜欢上心灵课程 或者往修行都路的人 其实它有个特点 它就是不喜欢人 哈哈哈 而且朋友越来越少 哈哈哈 因为人 人太复杂 他宁愿喜欢小动物 动物很单纯 即狗喜欢你有尾巴 不喜欢你就叫你 这样子 很单纯的事情 嗯 人不是那么单纯 嗯 所以原来我慢慢 当我开始上心灵课程的时候 看到很多跟我一样的人 是 所以我第一 觉得我不孤单 嗯 后来就慢慢开始发现 原来在很多国家 开始慢慢把这类人 定义为公感人 是 当我发现原来我并不是 怪 并不是唯一的时候 对 我觉得啊 我不孤单了 是 不孤单的时候 舒服很多了 嗯 当我不舒服很多的时候 我就开始慢慢发现 我就开始去研究 我这类人 我怎么会保护我自己呢 嗯 当我还没有 完全了解 世界世界 没有精密与负面 没有负面 没有负面情绪 没有精密情绪之前 我没有开悟之前 我怎么保护我自己呢 我就开始学习 关于所谓能量疗法 嗯 包括刚才 上一集所提到的灵气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能量 才能更耗时 更保护 嗯 让我以后 越来越了解生命 到有一天 我真的开悟的时候 我就不睡这个保护了 这样子 嗯 就是这样子的 那有没有特别在 生活取居上 包括食物啊 等等一些 来来保护自己 所谓保护自己 我今天 所以现在很少做捷孕 我都是自己开车啊 嗯 我平常如果没有必要的时候 我不是去太多人多的地方啊 嗯 现在真的人多的时候 我可能 我有些方法就有癌 比如说 我做个能量保护罩 招住我自己啊 嗯 啊 我去这小屋的时候 我常常生一些小屋 有些小屋 不一定是素的 嗯 有些时候是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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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去这小屋 施生他的身体 嗯 然后给予我爆竹 我谢谢他 然后我看到这个食物的时候 我只是用很好吃才吃他 就是说我今天有没有睡料呢 嗯 不饿的时候是不是不睡一天去三餐呢 嗯 然后今天我可能我需要运动我需要蛋白质 我自己用头脑来上事情的时候 我可能吃蔬菜就够了 嗯 然后就人工工气水吧 就是尽量去好的地方 所以我最近搬去山区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可以跟大自然在一起这样子 嗯 这就是我可能在生活上面 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的那个状态 是 嗯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 回过来看 你从小就知道你有共感人或高命男主群 那我们可不可以真的说 他也某种程度 不是怪 而可能是一种天赋 就像包括 比如说我们可能都能够走上身心灵调育这个途径嘛 是 跟这个也有关系 或 阿卡什现在能够成为身心灵这方面导师 其实也是因为有这个特质 才会能够发展 可以之前说 就是说 其实工人有分 当你开始慢慢可以控制到 不被别人影神那么深的时候 是 比如说你哭我没有哭得你更惨 之前 当 我就会开始产生一个很重要的疗愈性的特点 就是 同理心 嗯 当我看到一个人 他没发出心音的时候 感受到你 他有悲伤 他有难过 嗯 然后 当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说 我再深一点 他为什么会有悲伤与难过呢 他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嗯 当有些人我看到一些人 很投人验的 这个行为很讨厌 那讨厌的背后一定有它的原因 嗯 OK 就是有一次就是一个同学来 通常来找我的同学们 其实都很尊重我的 啊 那一次有个人真的蛮讨厌的 哈哈 他这个讨厌就是 你为什么说你是对啊 你是谁啊 他他的话语很 很挑衅 很挑衅的 这样子 因为其实他是 他是老婆拉他过来上课的 这样子 不是心甘情愿的 不是情愿的 我老婆说我自己很脏 所以我来看看 你很干净吗 这样子 哈哈哈哈 我看不出来很干净啊 哈哈哈哈 什么灵气啊 什么水晶啊 完全是否定的 他完全否定的 这样子 我心想 你在我的地盘里边说这些话 你什么态度 这样子 是 然后 可是这个时候 我一个公感 我看到 我公感他很讨厌的背后 嗯 我突然看到他 他小时候 他都是自然之被对待的 他是不断的被否定 被 被 被批判 然后 我开始当我懂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完全态度改变了 所以同理心就是说 我懂了 我懂他的 我看到他的 过背后的因 嗯 我就先就产生同理了 我就包容了 真的吗 我本来就是 人做人做 驼舌而已 后来都包容 哇 这个事情 这个感觉是很有意思的 是 所以有时候我更感受到 公感 这个东西是我的天赋 刚才有所提到 没错 就是 我为什么今天正为了 于是自民心灵流失 就是因为我 我更懂得 你为什么有这种情绪 背后的因 当我了解你的因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其实你很棒 你不需要去否定事情 来肯定你自己 嗯 嗯 也许小时候你就失了 嗯 当我这句话说完以后 他就哭了 这个男生 然后他就讲张话 啊啊啊啊啊啊啊 为什么你懂这个事情啊 嗯 是 我从事我爸妈 就这样子对我 是 他就开始我 我没有一件事情是对的 嗯 所以我觉得没有性人 没有什么事情 嗯 他就很多很多个愤怒 嗯 所谓愤怒就是说 你 你 你不满 外边的师姐所做的事情 跟你 跟你是相违背的 所以你愤怒 嗯 所以即而呢 他所做的事情都 外边的师姐不是这样子 是因为 从他养生父母有关 对 当我看到这个音的时候 提醒他以后 他就松开来 然后 后来他成为我 一个很资深的学员 哈哈哈哈 他就是啊 因为我学过很多不同的课程啊 你讲这段 我看到古代那种 老师跟他学生 一开始然后不打不相似 然后怎样 到后来这个学生 都会跟老师 发展成非常非常独特的那种 对 这个都是我觉得 因为公感让我可以 我用到这个公感 是 因为我觉得 每个人天生出来 有他的特性 这个特性 一定是 留天爷给我的特性 一定是有些原因 嗯 OK 那我怎样把它 成为我自己 有用的 有家族的事情 是 这个分享真的非常棒 就是透过这个天赋 我们可以从原先 我们自己都被激怒 或是觉得非常讨厌 状况都被带了走 然后慢慢的 能够把他的负面包容进来 嗯 最后能够带着同理 以至于这个生命 他原本 其实他是非常脆弱 但是他用非常极端的东西 来掩盖他那个脆弱 那反正你这个包容 让他愿意敞开他的心 很有意思 哇 那个过程 我很记得这个 so beautiful 哈哈哈 哇 其实在这个 教授这些 呃 学员的 过程 其实你应该遇到 本身他也具有这种 共感高敏感的 这种 学员对象 嗯 嗯 那其实他们面对 比如说环境刺激的一些 事情 学员他们是如何跟 共感 跟高敏感做成这样的 特质来共存 嗯 刚才提到嘛 就是说如果你在没有任何的 技术技巧 对啊 你就避免这些 让你产生公感 不舒服的环境跟人咯 嗯 你就尝诈 对的朋友 哈哈哈 或者对的环境咯 嗯 然后 当你开始慢慢 真的有些技巧了 你必须走入河坑的时候 好 你需要有些好的技巧 保护你自己 你才进入这个地方 我刚才提到的 其实有很多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去保护你自己 嗯 因为你的所谓的 你的能量层 你的意念更好 是 所谓的能量层 好的说白一点就是说 你的心计够坚定 嗯 你对生命有见解 你的能量就好 一个想法很坚定的人 他不太容易被别人影响 哦 对不对 对 如果他自己对生命根本没有见解 对 你说什么就什么 你说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这种人会比较容易被影响 是 好像在海面一样 这样子 所以如果 你在没有任何的 制裁 或者你根本不相信 这个什么公共人的能量方法之前 最主要你可以把你的心很坚定 因为 我不被影响 嗯 我就是我生命的主人 嗯 OK 我很清楚我要的东西 我是什么的定位 然后遇到一些对的人的时候 这个人是跟我 知同都好 这个人是 都不同不相为貌的 就开始慢慢 就会慢慢 慢慢上渣性 所以这个生命就是一个上渣性 嗯 很多人不懂上渣 因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他就不断的吸收能量 嗯 所以对我来说 就像我 我说的时候 就有这个公共人 我还没见到心灵领域 不知道任何知智之前 甚至没有公共人的知智之前 我就跟这次说 我不跟一些 我不对的人在一起 哈哈哈哈 然后 当年我说 我第一次提到的 其实我 我对香港这个环境 我觉得 我觉得我不是香港人 好乖啊 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 很格格不入 所以我很走 我当时毕业 我就离开香港 嗯 所以现在我都没有回去 我就回去 再看看我渣人 渣人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个环境不是我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要找一个 稀好我的地方 嗯 嗯 顺带一提说的 题外有个故事啦 我 我曾经被子过敏 嗯 被子过敏 什么是被子过敏 我们身体跟我们先是一提的 嗯 都是打喷嚏的原因是 因为外边有尘 就是不干净的东西 打喷嚏 把尘喷出来嘛 对 可是如果不断不断的打喷嚏 意思是什么 外边的环境很脏 嗯 所以我不断不断打喷嚏 嗯 这个时候 我去香港去看那个 专科医师 预备后嘛 预备后的医师 医生跟我说 因为香港啊 太潮湿 所以呢 你就会这样子 没救的了 除非你移民啊 这样子 最后我真的移民来台湾了 移民到台北 啊 台北的潮湿 比香港更严重了 更严重了 哈哈哈 真的很严重 没错没错 可是哦 每天都要用家里都要用厨师机啊 对啊 可是 我再没有过敏了 哦 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台湾 这个地方 其实因为我对这个 这个环境我没有 觉得是有威胁的 啊 不断的彼此过敏的人 其实就是因为 你对环境觉得有威胁的 一个彼此 一个皮肤 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 是 这两个都是因为 我们对外边的诗 觉得有威胁感 就是不对 所以 当我移民过来 更严重的台北以后 我觉得 咦 医术上边是没办法 证明些什么的 原来 我的心 我的安心了 我自在了 我在这边舒服了 我就没有再过敏了 所以我对一些公感人 如果没办法找到 一些任何的方法之前 最后就是 避免一些 不舒服的环境跟人 哦 聊了这么多关于 共感人跟高民党族群 这个话题 其实 就来问一下 因为最近 你好像有开设了一个 帮助共感人平衡 身心状态的 线上课程嘛 是 那叫做共感人的能量 进化跟保护 所以我们首先 还是要再来 谈一下说 什么叫做 什么是能量场 我们要怎么来认识 跟了解 能量场 就是我们身体 所谓的Ora 我们要有肉体 我们身体外围 大概5公分 到30公分 有个所谓的能量场 气场 中国人不是说气场 就是什么气 所以白一点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 他快结婚了 我们说 哇 你红光满面了 你感觉到 他粉红粉红 真的红色的 你有投花 投花的人 就粉红色的光 就写出来了 一个人如果我们说 一个人 他身带病 或者他很倒霉 如果你去探病的时候 他发生 他的眉心这个地方 黑黑的 我们说 很红的一人 就明星 对不对 所以 其实我们 就算 我们平常都会看到 人的所谓感受 我们不是看到 我们感受到 一个所谓光 这个光 这个光其实是 整个Aura 它是在我们的 可见光以外的 其他的光谱上面 所以我们可见光 是红柱黄绿蓝钉子 其实这个Aura 是离开我们可见光的部分 所以我们不是用眼睛去看的 我们是去感受它的 我们感受的地方 是从我们的眉心轮 就是我们所谓的松果体去感受它的 所以气场就是说 当我的心情 是你的想法 影响你的脉轮 从脉轮映上你的气场 比如说 当我长时间在 执着力 洞察力上 来去做我的生命的探索 我的美心轮 称之为主要的脉轮 但美心轮 红柱绿蓝钉子 是电蓝色的 所以我整个光层 就发出电蓝色的光 最近我的光 其实我很有爱 负责爱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心轮 心轮是绿色的 就是我两个松的正中间 绿色的光 就会开始慢慢发射出来 包住我整个身体 就是做三能包容力 所以其实能量层 就是我们的想法 影响脉轮 影响身体外围这个气场 好 那假设个人能量受到干扰 或不平衡 会有一些 就刚刚你说的这些状况 会发生 对吧 对 所以被干扰 意思就是说今天 比如说刚才我提到 当我很有爱的时候 对 我今天觉得 好 我觉得有个小缺险 觉得好棒 刚好昨天 我先生送礼物给我 很开心 这样子 所以我心情好了 我心轮就打开了 打开的时候 我的光层就包住我整个身体 对 轻轻的绿绿 粉红色的光 这样子出来 OK 如果今天有另一个人 我上班了 我上司骂我 这样子 所以你为什么这个工作 做得怎么样 然后如果上司的气场 是很大的 OK 它有负面能量非常强大 然后我的绿色的小小的气场 就被这个负面气场所影响 是 然后影响到我的脉轮 就影响我心情 对 所以今天其实 我们气场是这样子的 所有的东西先穿越气场 再进入脉轮 从脉轮进入我们中医所说的脉络 就影响肉体 影响心情 还是这个过程 所以被影响是 从气场开始影响 所以今天如果一个人 他的负面想法非常强大 是 比我昨天我先生送过礼物 这个喜悦更大的话 比如说喜悦 从一到十只有五分 这个负面能量有十分 我就被打败了 这样子 除非我的能量很大 就打赢你这样子 所以就是呼声 所以这个世界 其实我们不断地 是气场互相的影响 好像一个公司会议开会 也是一样的 如果一些时候 有些人说话 他是比较aggressive的 比较主动的 他就希望每个人 听我我听我我对我对我对 他的气场就会抢大他的气 让每个人跟着他 一个好的会议 每个人都应该是打开这个心 是 是 互相给予这个能量 所以整个 这个世界就是能量场 是不断地 是你给我 我给你 我剥夺你 你剥夺我 我是整治这个过程 嗯 这个就是说 其实他们这种 独特能力 当他们发现之后 其实要怎么样 在他的生活中 来运用发展 可以 让他们更平静 然后或者是 更有安全感的生活 这个部分你的建议是什么 刚才提到就是说 如果你有这个功能 然后你开始 从功能开始慢慢 进展到统尼心 对 你开始慢慢发现 当你本来 这些感受到 别人的表面上的情绪 嗯 如果现在 你再深入一点 了解他 情绪背后的原因以后 你会开始慢慢产生统尼心 嗯 当你产生统尼心以后 你就会开始慢慢产生有爱 你就不是因为 因为我好怕这个投影的人 对 反正是说 我好想了解他 他为什么那么投影呢 然后 原来他背后的这个原因 对 你开始要爱他 对 当你连一个投影的人 都能够爱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没有敌人 是 你就突然发现你自在了 你就突然发现 这个世界 不会有任何人的伤害到你 嗯 因为你最初发的是 要爱他 要了解他 所以这个难道是很不一样 包括环境也是一样 嗯 有些时候去到某个环境 这环境很不舒服啊 嗯 好负面啊 甚至觉得好像有其他空间的 什么灵体在啊 嗯 很熟的说有鬼啊 这样子 鬼物这样子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个鬼 哈哈 我们总是都是个灵 住在我们人的身体 是 然后有一天 我们又会离开身体 对 今天如果真的有灵 他没有去到该去的地方 留在这个空间 一定有他的原因 嗯 他也不想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就会产生同理先 嗯 当我产生同理先的时候 我们会送上 挨着祝福的这个空间 嗯 让他可以去到光之中 嗯 所以公民人其实很多 其实大部分 所有在先灵领域的一些修审者啊 留师啊 留与师啊 对 其实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都是公民人 嗯 他不一定是灵异体子 不一定会看到关于灵体的部分 就是公民绝对是 因为他有统理先 嗯 统理先才会 就会尊重 嗯 所以其实当你如果有公民的时候 也许流天人跟你说 你应该往心灵的道路去发展 嗯 然后好好去探索自己 都要了解生命的真体的时候 你不是怕 不是要保护自己 嗯 而是说 反正是打开 了解他背后的因 产生爱 嗯 那其实如果自己 也已经发现自己是共感人 或是高敏感族群 甚至我们这样讲 其实他并不知道 可能就是一般人 会比一般人稍微敏感一点 嗯 那他日常生活 还是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让自己感觉比较舒适 比如说应该有什么方法跟工具 比如说不晓得运动啊 或有没有其他一些什么工具 可以来帮助他 比如建立比较好的空间啊 嗯 这些不受影响 嗯 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其实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嗯 其实很难用语言来直接接受 所以后 所以前一段日子 我就去做一个先生的课程 就是供给人的能量精华与保护 是 里边很多包括是能量保护罩啊 嗯 然后车断能量线啊 嗯 或者说用一些 所谓的工具 比如说树尾筹啊 海岩啊 蜡烛啊 松波啊 或者一朵花啊 好多好多啊 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 很多很多不同工具 或者某些矿石啊 是 某些水晶矿石 就是用来去很好的保护的 OK 所以我其实都 其实有找方法其实也蛮多的 嗯 所以我们在自己还没有心 没有调整之前 也可以接触一些 外在的工具来给自己这样子 嗯 但是如果要更深入一点的话 可能有机会可以上 AKASH这个 先上课程 是是是是 因为你应该里面是讲比较详细的 教他们日常怎么运用这些 刚刚讲的这些 不管宋波 你生活随手可得的一些素材 是是是 好 刚刚AKASH跟我们分享很多 关于共感人跟高敏感族群的一些 包括他自己个人的 这些信入历程 那也分享了一些方法 跟让我们日常生活中 可以怎么样来做一些保护 或者让自己更舒适 那接下来我想要邀请他 在我们的身心心灵小学堂 做一个能够强化我们个人能量的练习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能量保护招的练习 只要你相信 不管你有没有经验 我们做的过程之中 就会得到一定的上的保护 首先 双手合着 站着 或是坐着 手指挤上天空 左右小的手就随于下来 连接待地 这个动作代表 天地人合一 身后是三次 四次 慢慢吐气 吐气的时候想着 先把所有多余的肤面能量逃出去 第一次 四次 是飽慢一点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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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把所有我背后的多余的肤面能量逃出去 最后一次 来 神后是四次 是飽慢一点 再把所有你背后的肤面能量逃出去 好 准备了 持续双手合着 大家就来到松前 现在慢慢保持双手合着 手慢慢抬高 抽到你的头顶 手住够 两手伸直在头顶上空 现在上伤 尖摆色的光在你两手的中间 现在两手慢慢打开 左右手的株裂 大概一个懒潮的株裂 上伤 你两手中间 打着一个懒潮 大手的一个光潮 你的光潮非常的明亮 它来自天空 来自宇宙 来自上帝 来自光的源头 你清楚知道 这个光 是代表最精明的能量 最强大的力量 来自神的力量 来自宇宙中心的力量 来自宇宙中心的力量 现在你慢慢 把左右手打开 慢慢打开 从左右两边慢慢打开 所以你的手现在慢慢脱于沙泥 慢慢住到你的肩膀的高度 直属黄沙 慢慢住到你的腰 住到你的臀部 绝对大腿 小腿 走板 现在慢慢上伤你的手 指着两肘的中间 上伤你把这个金色的光 慢慢打开 你把光包围住你的肢子 好小的帐篷里面 好小的金色的子弹壳里面 你常常被金色的光所包围住 这个来自宇宙中心的光 充满的能量 上伤前后左右相差 没有任何的破洞 你被金色的光所包围住 但就这个光的力量 它越来越厚 越来越大 越来越明亮 而知道你 越来越有鲜鲜 越来越涌近 越来越有鲜鲜 你感受到这个能量的光 越来越明亮 你的心情 你的心情 变得越来越平静 此层越来越亮 你的心 越来越平静 越来越自在 未救世你知智 没有任何人 任何环境 它伤害得和 我是安全的 我是有力量的 我是被天 被宇宙所保佑住 我是一个发光体 你感受到自己 从内到外 都充满的金色的光 乃至宇宙中心的元素 光和爱 只会与慈悲 感受这股能量 充满着你 感受你知智 不管是在肉体 跟心灵上边 感受它那么稳定 你知道你是安全的 接下来 你所做所有的事情 遇到所有的人事物 你都可以有信心的 去做你自己 爱做 想做的事情 你更有信心去爱你自己 尊重你自己的心 做你爱做 能做 想做的事 光在祝福你 爱在祝福你 整个宇宙所有的产灾 都在祝福你 保护着你 尊重你 深思一口思 把这两思思来 慢慢吐痴 吐痴的时候 你感受到 你的体力 已经没有任何的肤面能量了 试痴 把精明的这两思思来 吐痴 当你吐痴的时候 你感受到你 你的内栽 你的内树 已经干净了 再没有任何 酷面的肤面能量了 再一次试痴 慢慢地吐痴 现在吐痴出来 它是爱 它是光 它是给予 你再不用害怕了 因为你拥有很多 所以你可以给予 从今天开始 你是一个有能力 给予光和爱的人 谢谢Akash 带领我们做了一个 个能能量的 加强的强化练习 那刚刚在背景里面 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 收录在日本 新世纪疗愈音乐创作人 智朴森师 他所创作的专辑 《声语》 曲名是西芝林 本专辑完全采用 古老的神圣音阶谱曲 调频至频率528Hz 能够帮助我们进入更深的放松 释放压力 平衡身心 今天非常感谢Akash的分享 让我们更贴身 细腻地了解 共感人跟高敏党族群 独特的天赋跟能力 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想要进一步了解 Akash 与风潮音乐联合出版的 有声作品 以及Akash最新课程资料 可以在本集节目资讯栏中 查阅相关资讯哦 Podcast平台的新朋友 喜欢节目的话 可以订阅收听 记得到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分与留言哦 邀请你持续关注 《风潮音乐心灵课程粉专》 和YouTube频道 还没订阅频道的新朋友们 欢迎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先获得频道更新提醒咯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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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